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薄厚大小轻重和细节上有区别 以这三兄弟来说 正面的按键开孔位置完全相同 背面9.7寸iPad Pro继承了iPhone 6s的优秀设计 包括双色问补光灯和凸起相机 9.7寸iPad Pro的侧边弧度更大 看上去也更加圆润一些 9.7寸iPad Pro和iPad Air第二代的尺寸重量完全一致 只是多了一个Smart Connector接口和两组扬声器 和13寸iPad Pro相比 主要的变化还是更薄更轻 握持感的提升也最大 单手用也没有什么负担 iOS的防务处一直都很出色 即使你的手覆盖区域超过了屏幕 这个时候再去操作也没什么问题 另外9.7寸iPad Pro新加入了玫瑰金的配色 喜欢特色的朋友可以考虑 至此我们总结一下9.7寸iPad Pro的外观就是没什么好总结的 而且还多了一个摄像头突出的槽点 既然生产力的工具这个广告打出去了 苹果就要拿出相应的硬件才行 于是苹果一言不合就把A9X塞进了iPad Pro里面去 跑分近18万 即使是在8890、骁龙820齐聚的2016年 它依旧是最强的移动中端 没有之一 9.7寸iPad Pro和13寸iPad Pro同样使用了A9X RAM从4G缩到了2G 毕竟屏幕分辨率低一些 占用资源也相应减少 反映到无论是在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A9X都要胜过A8X很多了 9.7寸iPad Pro分辨率低了 自然不需要12.9寸iPad Pro那么高的性能 即使配置略有缩水 9.7寸iPad仍然是性能非常强的 无论是分屏或者视频剪辑都可以很流畅的完成 还可以降低发热和功耗 另外 无论是哪一款iPad Pro 都是从32GB起步的 苹果终于不好意思再像iPad Air 2那样使用16G的内存了 对于配备了iPad Pencil和Smart Keyboard iOS设备 不少人对它的定位还是有质疑的 认为它不会取代PC或者笔电 那么问题来了 配置这么强 iPad Pro有资格做生产力工具吗? 好 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生产力工具 大概就是能把你想要干的事情变成现实的 这么说有一点抽象 那我们在iPad Pro上面 你可以打开QQ 同时把图片拖拽到分屏之后的WPS里面 然后在经过iPad Pencil的圈选编辑之后 再拖拽回QQ里面去 这个已经是我们目前能够想到iPad Pro上面最优的一个工作流程了 而绝大多数的软件还达不到这个样子 iPad Pencil的压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专业的绘图软件进行创作 除了和普通铅笔那样倾斜的使用 让笔尖的侧面在屏幕上涂抹 对于上色 素描等操作来说是非常便利的 iPad Pro的性能是让我们很惊艳的 它可以同时剪辑3路4K视频 即使在很多笔记本电脑上这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过呢 基于目前绝大多数的视频软件制作流程 都是在Windows阵营这边 所以在iPad Pro上面来制作视频的话 更多的还是基于家庭娱乐的范畴 苹果宣传的超过80%的笔记本电脑 这个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 区分它的不同的使用场景 并且呢 iPad Pro呢 只是可以通过点击滑动拖动光标 那iPad Pencil的精度呢 还是不如专业的绘图版啊 这些也说明呢 iPad Pro拥有一定的生产力工具啊 但是只是一种扩展的应用 和真正的生产力工具 PC笔电 甚至Surface Pro呢 都还是没法相比的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两款iPad Pro呢 都继承了iMac上面优质的显示屏技术 在目前的市场上呢 绝对是最优秀的显示屏 9.7寸的iPad Pro呢 新增了一项TrueTong的色域调节功能 官方解释呢 是新的四通道环境光传感器 可以实施根据所出的环境光线 根据自动改变屏幕的亮度和色温 TrueTong呢 最早是用于描述iPhone5s的双色温闪光灯 通过自动判别光线环境 调动不同色温的LED灯 发出冷暖色温不同的组合效果 使得成片更加柔和自然 单单说没什么概念啊 比如昏黄的光线条件下呢 屏幕的色温会转向偏暖 呈现泛黄的状态 这和纸张在相同环境的效果类似 阅读会更加舒适 或许会有朋友拿9.7寸的iPad Pro和Kindle相比 虽然eLink电子墨水屏幕 没有那么容易伤眼睛 但是iPad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还是不能拿来相比的 9.7寸的iPad Pro呢 相机部分恐怕是进步最明显的了 1200万像素几乎和iPhone 6s完全相同的参数 并且4K视频相位对焦和LeoPhoto呢 也全数得以保留 还第一次在iPad系列当中呢 加入了True Time双色温闪光灯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样张 成像风格上呢 三兄弟保持一致啊 从放大的细节看呢 9.7寸的iPad Pro高像素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小黄人的绒毛呢可以清晰的分辨啊 窗帘的思路纹理也比较明显 可以看出呢 9.7寸的iPad Pro的相机配置 绝对是目前平板阵阳当中最强的了 连13寸的iPad也自亏不如 再来看前置相机 那500万像素加Retina闪光灯 也是所有iPad当中最高的规格了 同样我们拿样张来说话啊 此时编辑妹子默默的走过来 说你给我好好写啊 那这个iPad自拍给我都弄伤心了 要不我们还是别说了 那iPad的前置和iPhone是如出一辙啊 太写实了 那甚至把我们的妹子拍的都有些走形了 那500万像素的优势几乎没有 细节上呢也看不出区别 发丝啊眼眉啊该看不清的还是看不清 那我们取景是白天啊 Retina闪光灯的没拍上用场 不过白天光线充足都拍成这样啊 晚上就可想而至 其实用iPad出门拍照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啊 但是举着iPad自拍估计就没多少人了 尤其是9.7寸的iPad Pro呢 13寸的就直接出局了 我们必须要强烈吐槽呢 9.7寸的iPad支持Live Photo默认开启啊 那妹子自拍的时候没有注意啊 我们后期删选的时候翻到一张照片 iPad当中的妹子突然眨了一下眼睛啊 吓死我了 iPad Pro系列和普通的iPad区别到底在哪呢 除了性能之外啊这个看不见啊 最突出的恐怕还是在专属的配件 也就是Apple Pencil和Smart Keeper了 是他们的存在使得iPad Pro系列呢变得不同 好我们就先来说说这支笔 那由于iPad系列呢轻薄便携 用它来随时记录生活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在iOS上面呢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笔记软件和绘图软件 不过呢以往用手指来操作的话还是很不方便啊 毕竟还是太粗了 过去几年呢第三方厂商推出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绘图笔 从几块钱到上千块钱的都有啊 不过呢由于苹果一直没有开放底层API 使得这些产品在连接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很不方便 前段时间呢我们在斗鱼直播的时候也做了直观的演示 我们选取了市面上最主流的第三方绘图笔 从精细绘图的角度说呢很遗憾 这些绘图笔呢没有一支是令人满意的 所以呢当苹果发布会介绍apple pencil的时候 我个人是非常兴奋的 在国行发布之后呢也第一时间购买了这支apple pencil 700多的售价绝对是目前市面上最贵的一支铅笔了 在实际使用之后呢它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 模拟人手的压力呢非常的细腻 同时呢笔尖的精度也足够高 要知道和日本的wacom以及以色列的ntrick这样老牌的触控笔提供商相比啊 苹果可是第一次做触控笔 那这样的表现呢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艳的 其实呢按照苹果一直以来的做法啊 他应该会去收购一家现有的提供商 不过呢刚才提到的那两家啊都已经被苹果的老对手三星和微软收购了啊 所以呢苹果只能选择自己开发 当一家公司有钱又有技术的时候 他就有理由任性了 当然了Apple Pencil上面呢并没有硬件橡皮擦功能 那这一点呢比起微软和三星的触控笔呢是有一点差距的 希望下一代能够改进 除了核心功能很优秀之外呢 这支笔在设计上还是有很多槽点的 尾插充电看起来很奇怪 应应急还可以啊 而且呢由于厚度不一致 导致你在充电的时候呢 iPad在桌面上是无法放平的 用力压的话呢两者都会损坏 笔帽磁力很弱啊 一不小心就会丢失 笔和iPad之间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合方式 圆柱型的笔杆又没有尾夹 又不能像surface那样吸附 那放在桌面上就很容易滚动了 简单的说呢就是便携和摆放都不方便 尽管呢我们刚才吐槽了这么多啊 但是由于市面上没有可以替代它的产品 假如你想在iPad Pro上面写写画画的话 那么Apple Pencil是我们唯一推荐的 尽管它很贵 好了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配件 也就是键盘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需要输入大量的文本啊 而打字一直是平板电脑的软肋啊 所以搭配这两款iPad 苹果还推出了smart keyboard 那注意由于接口尺寸是一致的 所以9.7寸和13寸的版本都是可以通用的 smart keyboard采用了全封闭防水设计 如果桌面上的杯子碰倒了 那你的键盘并不会因为进水而损坏 不过这恐怕是这个键盘唯一的优点了 smart keyboard平时要变成一个键盘盖 所以厚度必须要控制 这就造成了它的键程极短 手感偏硬也很差 即使和近似定位的surface键盘相比 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考虑到其高昂的售价 smart keyboard再次成为了苹果 众多不值得购买的原厂配件之一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iPad输入大量文字的话 我们推荐还是使用第三方厂商所推出的各种键盘 蓝牙摆放连接都很自由 手感也不错 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很便宜 熟悉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在苹果所有的产品线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iPad这一条 因为它几乎独立开发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市场 并且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由于其出色的表现 垄断了市面上绝大多数优质的软件资源 成为了苹果为数不多的高性价比的产品 但是发展到了iPad Air这一代的时候 每一次少量的变轻变薄 没法刺激到消费者更新换代 而变小的iPad mini受众人群也很固定 再加上前几代的iPad质量不错 都不坏 所以导致目前iPad整个产品线的销量大幅度的下滑 那库克想要提振iPad的话 就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所以我们看到iPad Pro瞄准了原本苹果 并不擅长的办公领域 不过通过我们几个月以来的实用体验 iOS上面由于软件协同方面的限制 使得iPad Pro想要在办公方面代替笔记本 完全不可能 最后我们能给你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希望在平板电脑上以娱乐为主的话 那么iPad Air第二代和iPad mini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并且他们现在的价格很有竞争力 如果你想在iPad Pro上面办公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除非你的工作环境完全接触不到Windows系统的设备 如果你想在iPad上面写写画画的话 那么iPad Pro系列加上Apple Pencil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实际体验相当不错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iPad Pro的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坦白讲 虽然我个人很喜欢用他们来写写画画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来说 他们的应用场景还是太窄了 我更加推荐你去购买更便宜 同时也够用的iPad Air系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全程观看 想看到更多客观真实的数码产品测评 你只要搜索科技美学就可以了 也非常欢迎你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 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微信 每一天的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用语音来交流 好了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拿言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好 我是拿言 科技美学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 顾名思义 大家测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 在这里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 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 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 不用归还 所以还等什么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 20台路由器 鼠标 键盘 还有蓝牙音箱等等 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 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 好了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 大家测吧 那我们下面开始正式今天的画啊 就是我们用这个目前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入门的工具 大家来看一看能不能够画出那种比较怎么讲 比较精细一点的画吧 你画个老虎头是不是啊 画个老虎吧 这样 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 你要画一个大概的形状出来 这个样子 画完之后呢 根据咱们刚才说的 人眼呢大概是在三分之一的那个位置 眉毛三分之一的 那老虎的话呢 那应该就在中间这个位置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呢 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对称辅助工具的帮助下 这可能有朋友看不太清楚啊 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下期的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